大家好 请广长 今天是我们梁房宝餐开餐第一天 早上首先第一个就是来皈依三宝 昨天我们来招请我们过去的一代祖先 冤亲债主乃至有缘无缘的这些孤文哽众 来到我们梁房宝餐慈悲道场 来到道场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皈依三宝 皈依佛法生三宝 所以早上我们也在唱本帐 我们都带为这些十方法界伟秦众生 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 这我们佛教徒很重要 三宝弟子一定要牢牢记住说皈依佛 那么佛呢是世间的这个圆满的抉择啊 现在这个顾佛外道呢非常的多 也很多的独仲哦 但是呢我们呢要自会去选择啊 要用理性去思考 谁讲的比较究竟 谁讲的比较圆满 那看来看去呢 那当然我们佛教徒呢 都是我们认为呢 佛陀 释迦牟尼佛 他讲的这个道理 是真正的究竟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皈依佛陀 皈依这个外道 那第二个归依法 这个法呢当然最主要就是佛陀讲的这个教法 我们常讲的要依法不依人啊 依法不依人 佛陀自己也是强调的 并不是说他讲的大家马上就相信 不能盲信 要看他讲的道理 这个法呢就是道理 就是鬼子 那佛陀到底讲什么法呢 佛陀就是在讲缘起法 缘起法 也就是因果啊 因缘果报 终观世间 处世间 这一切的现象 没有一个事情是脱离这个因缘 缘起 因果 这个道理 我们也见证一切 比如说 今天我们有这个梁皇法会呢 怎么会有这个梁皇法会 一定有他的前因后果 是不是 那他的前因就是什么 梁武帝 对不对 他的太太 王后呢 西氏呢 变成一条蟒蛇 很苦啊 那求这个他的这个先生 梁武帝 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救他 那梁武帝 看他这么可怜 所以就请教了这个 宝治大师 佛师 他就做了这个梁皇宝禅 为他拜灿 所以呢 他就离苦得乐就升天了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有这个梁皇宝禅的这个前因 因为有这个梁武帝啦 还有那个西氏的因缘 所以呢 有了这个梁皇宝禅的这个唱法 所以这一切呢 都有他的因缘嘛 有因缘 那大家今天会来到这里 也一定有 你来到这个地方的因缘 那今天你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呢 绝对就是善因善缘啦 那将来一定有善果 这个叫做 规依法 这个法呢 法理原则 就离开不了这个因缘果报 那规依身 身呢 很简单 就是叫做 佛陀的代言人 佛陀的代言人 现在呢 因为佛陀呢 已经没有在世了 佛陀为什么没有在世 因为他现在在世啊 会被我们众生糟蹋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佛陀在世呢 他一样嘛 他也要吃饭 他也要吃喝啦 拉撒碎 那我们现在众生呢 都是以貌取人 都看外相啊 佛陀他的修正 他的慈悲 哎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啊 他也会老啊 他也会生病啊 他也要吃饭睡觉啊 都跟我一样 不会起同情形 不会起信心 你想想看 如果 今天佛陀在世呢 他视线 还是视线人的样子 来杜化我们 那现在看起来 大概可能就是一个老比丑 我们看不出他什么 什么样的花样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的反复肉眼啊 佛陀在世呢 不但我们呢 不会痛进他 他会糟蹋他 所以呢 现在的姻缘 我们的善跟福德不够 佛陀不能再世 那佛陀不能再世怎么办呢 那只好靠我们这些 出家众 佛陀的代言人 那老人家现在不方便出马呢 就派我们这些子弟兵嘛 就派我们这子弟兵出来 反正呢 我们就是 凡夫嘛 但是我们多多少少 有这个发心 但是也是有圣人生啊 也有凡夫生 那我们呢 千万 这个身保 不要用我们的凡夫心妙去看这个师父 师父修得好不好呢 那是师父的事情 但是他今天出现了这个出家校 我们就是要公敬他 公敬是公敬啊 并不是说他叫我们做什么 就通通一定做 我们刚才讲的 依法不依人 师父讲的 有合法 有合理 有合乎戒律 合乎佛法 那我们就要去做 因为他是佛教的代言人 我们要依教重情 但是虽然他现在出家乡 他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简单一点 敬而远之啊 他讲不合法 不如理 不合法 恭敬我们还是恭敬 因为他现了一个三宝的效果 可是呢 我们是智慧要判断啊 他讲的到底有没有 合于佛法 合于佛法 我们依教共识 不合于佛法呢 我们就要敬而远之 这是皈依身法 因为他是佛陀的代言人嘛 大家想想看 如果现在都没有出家师父了 全部都是在家人 那佛教大概很快就 Sayunana 很快就差不多差不多了 所以佛陀已经不注释了 法宝呢 经典他也不会自己唱啊 也不会自己念啊 对不对 要靠我们出家众来领众 所以这出家师父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为什么佛法生三宝缺一不可 所以说这个我们第一个 要来理探 首先要归一三宝 再来看看说什么要断移啊 对三宝有信心 信心是有信心啊 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怎样 有我们的疑惑吧 其实要完全对佛法没有疑惑啊 这不是紧张的事情 你看 这菩萨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 你要到了实信会才明明想讲到实信会的时候 你对佛法真正有彻底的信心 所以那边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们呢还是有很多的疑惑 那怎么办 那就常常要清净三宝 清净善师事 断除我们的疑惑 要深入经葬 要来听经文法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归一三宝 真正的能够断移生境 所以今天早上上午我们开餐 首先呢就是说这样 还要归一三宝 都断明深信 然后你接下来拜灿呢 才会相应嘛 不然呢 对三宝呢好像 没什么感觉 然后疑问很多 那就是 这个拜呢 拜的好像有拜没办 也感觉没关系啊 那这样就很可惜了 所以首先呢 他一开始就说 我们要归一三宝 我们要断明深信 他就举几个例子啊 有的人他做这么好 怎么会变成 这么不好的暴力 有的人做的这么差 怎么看起来不错 对不对 他就开始说有怀疑啊 真的 众三因得善果吗 真的众恶因得恶果吗 开始怀疑啊 因为他看到的好像不是这样 可是呢 这凡夫要看太前 要看这一世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因果要看光相识 所以呢 这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断明深信 那才会说 我的友人 我人很好啊 我都做好事 我哪里需要拜灿 对不对 他只看到说 他这一世好像不错 他没有看他前世 前前世 对不对 悟达博师 山内水灿 悟达博师修得这么好 怎么还长出一个人面疮 那前世因果这么可怕 所以呢 我们不要说 我已经很静静了 可以了 这个过去是照过什么业啊 不知道 所以 千万不要起交曼心 千万不要起这个移邦心 否则果报现前 你看 悟达博师这么大修行人 但起了一个交曼之心 你看 这个年轻战主早上来 修得这么好 还是靠另外一个圣生 有办法顾他 有办法做他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找圣生 我不知道 所以 我们先忏 尽量忏 好好的忏 不要等到说 冤心在主 找上门 才要再找谁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趁我们现在身心健康 好好来领忏 过去的罪业忏 不要让他放座 这个才是智慧之处 好 好 那今天上午呢 先跟大家免疫到此 等一下 我们老板用餐 休息一下 下午再继续礼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